Ready 全球会员超过一千万人的线上游戏 魔兽世界 随着游戏中最强大的敌人 巫妖王被顺利击败 也预告最新4.0改版 浩劫与重生积极酿酿中 等待玩家来体验全新登场的震撼 而志凡迪也举办一场岳阳视讯访问 邀请原在美国的Blizzard公司 魔兽世界研发团队 书名目前最新4.0版本的开发状况 而4.0版本除了新增狼人 与哥布林两个新种族 以及目前既有种族 职业都有更平衡的调整之外 也预告游戏中的爱泽拉斯大陆 即将面临巨大灾难 当灾难开始之后 就会是4.0版本的登场时刻 而浩劫后的爱泽拉斯大陆 将会给玩家耳目一新的感受 甚至加入沉没水中的场景 加入水中战斗要素等等 都是魔兽世界即将登场的新感动哦 中华网龙继超行线上游戏 中华英雄Online成功初级大好评后 今年暑假又将推出全新自制国产游戏 天子传奇Online 改编自港漫大师黄玉郎的经典大作 天子传奇 游戏以首部开周篇作为剧情发展 让玩家们在依据真实比例打造的经典场景 以及峰迴路转的故事背景中 体验黄玉郎大师笔下所勾勒出的传奇世界哦 星象电子既推出梦梦Online 与成吉思汗Online接连告捷 再度乘胜追击 预计5月将推出一款全新代理游戏 英雄岛Online 提前引爆暑假热潮 英雄岛Online是由大陆深圳网游所研发 在大陆公测期间曾创下20万人的同时上线人数 并且荣获中国十大最佳国产原创网游等殊荣 英雄岛Online融合了角色扮演与吉时战略的双重乐趣 除了广大玩家熟悉的MMORPG的玩法外 更加入了时下学生族群最热爱的DOTA模式 让喜欢休闲玩法与竞技挑战的玩家 都可以在游戏内获得最大的乐趣 被受期待的XBOX 360超大作《心灵杀手》 在历经5年的漫长开发时间后 终于将在今年5月18日与玩家见面 台湾微软不但会推出《心灵杀手》繁体中文版本 也预计在4月30日举办《心灵杀手》制作人见面会 邀请《心灵杀手》制作公司Remedy的游戏制作人 Oscari Hakkinen 访台 首度揭开《心灵杀手》的神秘面纱 与所有玩家面对面体验黑暗与光明的战斗 如果想要参加的玩家 只要加入XBOX 360台湾官方Facebook 并以Facebook账号发信至活动小组回复出席 就可以参加全台首次的《心灵杀手》首映会 限额150名 想报名参加的玩家手脚要快哦 随着派拉蒙电影公司暑假抢挡第一作 《钢铁人2》将在4月29日正式上映 目前电影宣传也全力放送中 而电影《钢铁人2》由第一集电影原班人马再出击 导演强法瑞和奥斯卡提尼的小劳伯道尼 再度攜手合作 为了增加续集中的戏剧性与创意 这次的《钢铁人2》将面对更多的威胁 电影的震撼搭配IMAX戏院的超魄力视觉效果 绝对让人大呼过瘾 另外SEGA也抢搭《钢铁人2》电影顺风车 今年5月将推出《钢铁人2》游戏版 玩家能化身《钢铁人》飞天遁地 面对比电影版更多巨大敌人的挑战 在看完《钢铁人2》电影后 紧接着玩游戏更有感觉哦 《钢铁人2》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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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世界避免到其中的灵魂 《钢铁人2》电影 《钢铁人2》超大作《失落的星球2》 挾着《钢铁人2》自行研发的 MT Framework 2.0最新3D引擎 将展现日本游戏厂商的最高技术实力 而在游戏中 玩家将继续前进EDNG3霍星 挑战比人类大上数千倍的巨大异形生物 不过敌人虽然巨大 但人类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样会有各式最新武器 甚至更巨大的机器人来对抗巨大异形 而《失落的星球2》 除了单人剧情模式之外 还支援4位玩家网络合作 以及16位玩家连线对战 另外Capcom还为游戏增加许多惊喜要素 比如说惡灵古堡系列的威斯卡 以及死亡复苏的主角法兰克 会在游戏中客串演出 PS3版《失落的星球2》 会独占魔物猎人造型的狩猎套装 Xbox 360版的《失落的星球2》 还会有另外一款超大作 战争机器的主角马可思 以及伙伴多姆有情客串等等 Capcom可说是面面俱到的规划 《失落的星球2》完整内容哦 loin萎时间 对出发到尽贯 优优独播剧场上 是什么奇典 Factory Going Green